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相浮动 需依托 靠修养方能呈现 一个人的修养都是从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刻意的养成最后变成了习惯 让一个人的气质也发生着变化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白夜行李说 世上最难以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海水难凉 人心难测 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 不会因对方的花言巧语就轻易交付自己的真心 验证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付出与依靠 并不需要你小心翼翼地试探 也不用你反反复复地询问 只要看他这三点就够了 吵架之后的态度 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喜欢 一定要看他吵架之后对你的态度 爱你的人绝不会因为一时的争吵 就对你冷眼相待 哪怕有时候错的是你 他也会先跟你服个软 就为了把你留下来 因为想要跟你长久地走下去 所以他会主动跟你沟通 想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你们之间的感情也会在吵吵嚷嚷的烟火气里逐步地升温 唯独不爱你的人会咄咄逼人 针锋相对 不管对错 硬要磨得你低头认错才甘心 说白了 就是比起你 他更在意自己的面子 人在愤怒的时候 往往会暴露出最真实的一面 如果伴侣在吵架后 总是留你一人 让你独自伤心 那么无论平日里 他对你有多少的甜言蜜语 你都要明白 这并不是真的爱 真正爱你的人 从来不忍心看你落泪 更不舍得让你伤心太久 他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明白唯有包容与体贴 才能使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加长久 与异性相处的尺度 黄磊曾被记者询问 有没有异性闺蜜之时 他很直白地说 生活中我不会有真正的女闺蜜 也不会是谁的男闺蜜 一个已婚男人 说自己有一个女闺蜜 绝对不可能 爱你的人 是不会有那么多异性朋友的 面对任何异性的示好 都会干脆地拒绝 因为他十分在乎你的感受 不想因为自己一时的莽撞 而给你带来伤害 更不想因为这些事 而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想携手走过一生的 只有你一个 他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与之相反的是 有的人即便结婚了 依旧与异性 保持着亲密的距离 时常对他嘘寒问暖 暧昧不已 哪怕你因此吃醋 他还会指责你不够懂事 不够体贴 殊不知 这种情况无论放在谁身上 都是难以忍受的 一个深爱你的人 只会为了你洁身自好 在有异性的聚会 主动亮出自己的婚戒 表达自己是个已婚人士 他不会在私下里跟异性见面 更不会在深更半夜 跟异性谈心 当他决定与你结婚的那一刻起 就做好了与其他异性 保持距离的准备 在他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女人 男人 永远只有你一个 三 宠爱你的程度 苏琴说过 一个人爱你 会在心里时时刻刻记挂着你 一个人很爱很爱你 会在平时处处地纵容着你 只有那些把你看得 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 才会宠着你 宠爱你的人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会坚定不移地 守在你的身旁 做你最坚实的支柱 他心疼你为家庭的付出 体谅你的不义 珍视你的一切 他总是无微不至地呵护你 舍不得让你受一点的委屈 在别人劝你坚强 要你努力之时 他却只想把你宠成孩子 他愿意给你独一无二的偏爱 更是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的全部身家交付于你 可倘若一个人不爱你 在他的眼里 你的关环是啰嗦 你的温柔是无趣 你连呼吸都是讨人闲的 茫茫人海 遇到喜欢你的人 或者是你喜欢的人 其实都不稀罕 难得的是 遇到愿意用一辈子的行动 来把你宠成孩子的人 他会保护你的脆弱 包容你的任性 用一辈子的行动 来证明曾经的承诺 认清一个人的真心 方法还有很多 上面的三种 并不是全部的标准 最重要的是 看他对你是不是用心了 是不是真的付出了行动 毕竟 做的永远比说的深刻 愿意余生 所欲之人皆是良人 他会穿过汹涌的人潮找到你 捧着满腔的热盒 沉甸甸的爱 拥你入怀 与朋友们共勉 大家好 我是依安 深夜读书最新开启了 新的互动环节 每周三会有一个留言周结 每个人的留言都很有见解 都很棒 我会挑选几条 感触到我的留言 与大家分享 感谢大家对深夜读书的喜爱和支持 深夜读书 因你们而精彩 有读者 润物无声 在视频 如果你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不想说 恭喜你达到了 95%人类做不到的层次中留言 选择沉默最关键的原因 是有枪顶着头 如果人们有免于恐惧 能争取和维护自己权益的环境基础 但凡是个人 都不应会沉默 在他人和自己痛苦面前做个沉默而又麻木不仁的旁观者 退定 就是你说的 很多理 都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和国度里的理 你可以选择沉默 也可以认为 无奈这是你的自由 但是不应该把你的态度 像病毒一样的去进行传播 扩散 影响别人 特别是这种态度 容易影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这无异于是在毒害他们 如果你真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请少传播消极的生活理念 个人虽然也算不上勇敢的人 但我坚决支持 选择勇敢理性 不沉默的那些人 请记住 一句话 坏人之所以能把坏事干成 正是因为好人选择了沉默 在此感谢润物无声的观看 我想说的是 人生不如一之事十有八九 而对于枪顶着头的事情 更是少之又少 人生当中 遇到的更多的 其实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而对于烂人烂事 其实更不需要过多的纠缠 看不惯你的人 即使费再多的口舌 他也不愿意相信事实 而是愿意相信 他所愿意相信的 古人云水深不语 人吻不言语 有些事不用多说 有些人不必在意 人活着 总有难走的路 总有难迈的沟壑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伤人 当一个人懂得了沉默 就学会了看开 在争辩之中 是没有赢家的 争辩的同时 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消耗感情 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求胜欲 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争辩的漩涡中 无法自拔 就像村上春树 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一书里说的那样 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 这种悲哀无法向人解释 即使解释 人家也不会理会 它永远一成不变 如无风夜晚的雪花 静静地沉寂在心里 你要清楚和什么样的人争辩 就注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对于不同层次的人 最好的发生方式 莫过于不争辩 不解释 做好自己 用结果说明问题 一个人再聪明 也不能事事都看透 一个人再智慧 也不能人人都看懂 真正成熟的人 明白往事如流 人生最好的状态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在心中修理重局 往后余生 愿你不争不抢 不恼不闹 不卑不亢 沉默以对 寂静欢喜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